從目前為止他們的隊伍當中只有兩名選手 上場的時間平均是來到20分鐘以上 那就是老叫趙承銘金金周成 一開始都使用著人力人的防守 Jeffrey Chan這個點千萬不能放啊 單分球 腳步是一步一驅 完全不給殘酷隊的四面球員有任何接球的機會 老叫金周成挑戰多希特 積極的 由於他們這次比賽前面幾場球打不好 他們自己內部也有檢討的聲音 就是一開始開戰的打法過度保守 那今天也看得到他們一開始的打法非常積極 Pingris也是4號位的一個low pole的一個單打 技巧都非常的好 這是韓國隊的這場比賽的第一個三分 看起來這場比賽是要來一場得分大戰 有了 覺得自己中距離出手也有 能力的中距離 贏的球隊是可以進入到最後的冠軍戰 成功的火鍋封組 這邊有以多打掃的機會選擇砍三分 韓國隊 找到籃板相當 速度是非常快 這個攻防轉換 讓安吉拉拿到分數 還是要讓老將金周成來處理 今天尋到這個點如果能夠打開 從後方補回來 差點造成失誤 籃底下又是金周成 這一次比較慣用後衛的熱人的這個 用運球的方式做推薦 韓國通常都是用倒船的方式 快拿到分數 迪傑剩下最後的9秒鐘 又是傑森威勒 得分突出的選手 目前一共有7名球員有得分的紀錄了 傑森威勒 自己身體的一個對抗 有機會來抓下一個進攻籃板 這一段時間最活躍的就是傑森威勒 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你不曉得他何時會拔起來做投籃的動作 對他完全是個人能力的展現 我們看到他這個急進跳投 這球打得夠急了 李盛俊自己來個漂亮的Findaro 第三第四個拖車 登進的速度是非常快 總是可以製造一多打掃的機會 反過來 傑森威勒來了一個護仰跳 李就在導團中尋找機會 立志太樹回到場上 會不會再來嘗試一下 幾乎相同的位置 再來一季 哇韓國今天小將 這個高拖頭連藍框都沒有碰到 這邊反而三線的快攻來了 老將的三分蛋 Jim Alepan 三分外線突然拔起來 要自己出手 哇馬上翻過來 又是二打一的快攻 輕鬆的上籃取分 哇這就是我們 那同樣是相當年輕的金鐘葵來到場上 哇這球其中的時間沒有抓準 四個裁判給了給 Pingris 第二線面對李盛俊的防守 這是一個gold ending 最重要 對 藍板之後快速的推進 或者製造對方的防 進攻的失誤之後 轉換快攻 這是一個top shot 包括攝影機 要去跟這個鏡頭也比較不好跟 這段時間所有的得分都集中 留下最後的十秒鐘 韓國隊開個後門 繞到籃框的另外一邊 金明酒 一次成功的防守 一次強打籃下 杰森威廉一次的攻擊 韓國人退防夠快 才收到杰森威廉 菲律賓現在取得一分的領先 又是杰森威廉 好球 練到六分了 哇 決鬥委員今天應該 在前面 Docampo goes inside and lays it out It's a 5-point lead Docampo set to pick Castro Oh Castro What has he been eating 8-point lead for the Filipinos Korea The response is perfect From Mingu Kim L.A. Tenorio Docampo Pulls up for two 49 plays 42 Just over five and a half to go It's very physical Certainly is And it's blocked And a little tip as well from The five-point game again L.A. Tenorio For three Goodness The lead back to eight The lead back to eight Defend New Sung Kim in the post And again Mingu Kim And again the same response Back to Out of trouble Campo goes inside Little finger over two They have to to protect the fouls Oh lovely dunk from Yong Kim Lee Back in right with him Toe to toe L.A. Tenorio The layup What a move From L.A. Tenorio First layup for an eight-point lead And the foul to Tenorio Well there if he's given two It's a bonus to come Excuses Alapag Fingris inside Aguilar He dropped it Aguilar makes it a seven-point Nice pass into Pingris Aguilar For no points Oh what a rebound That's good D Pingris New beauty Alapag For three Jimmy Alapag It's a ten-point lead Two seconds remaining in the third The three goes up And in They will not go away This Korean team They will not go away Alapag Bounce pass Pass into Aguilar 改了一個二三驅聯法 韓國隊的這個進攻 受到一點阻力 又是一個對角的 Ryu Kenpo 面對荆州城 又在H 抓一個對方的腳 哇 第四顆了 其實現在也不用急 在第四集的時間 還相當的充裕 前面快攻 小拉一根 看到金鳴九偷生這個樣子 Jeffrey Chen應該手會很癢 不過這個階段 還是被對面的來 李勝君 正面的對決 阿西拉 熟成時間又不多了 突然的小籃框 籃板落在自己的手上 打噹 捏得開心的後果板 Pengrizz前場比賽 才拿下六分 不過這一場賽事呢 已經來到了 哇齁 這是相當重的 金鳴九龍三分外圍 是超過了四成 這是一個成功的四分打 這是重要的籃板 前面是不是可以直接打這個 touchdown 所以坦克隊就把這個球選擇以內線 利用高度的優勢來做一個單打 做成不到大約在五成三 現在他們還是兩分的落後 兩分沒有來了一個三分蛋 Alipac 就剛剛現場轉播的 傳過來的一個 這個消息 看教練氣氛的點 應該是認為這樣的一個時間點做出手 不太合理 那麼Duel Campo這次的進 必須剩兩秒的時間 成功的防守 還有很多次數還可以使用 不用太擔心 交出來這個三分 砍進了 哇 最起碼 目前四分差 一分15秒要追回來 Fernasio的範圍 可以在罰球線上取分 而且 也讓時間凍結前 十次的罰球 命中8球 八成的水準 兩發發進 上來 Pingrich稍微的掩護 突然的發起 這是勝利的一擊嗎 哇 還特別熟悉 三分外線被蓋了下來 前面有快攻的機會 選擇慢 這次防守應該 結束之後 還有20秒的時間 在籃下擺進應該是 所有的得分呢 重點都是在第四節的目標了 在這場比賽 一個成績 以及世界杯的一個門票 他們已經握在手中 的確喔 這是一場非常 很激發 對菲律賓的球員來講 的確是一種榮耀 是